中国女排江门战惨败美国女排,专家,东道主导第一也能进总决赛。 在今天晚上中国女排面对美国女排的江门战比赛结束了,比赛也没有太多的悬念,最终中国队是一汉的0比3不敌美国队,除了第二局和第三局大部分的时间中国队做的还是比较不错之外, 其他的时候中国女排真的几乎是完败给了对手,尤其是最后时候被对手连续得到10分直接上演大逆转,确实令人感动非常的可惜。 这比赛的赛后技术统计,朱婷14分,刘晓彤11分,袁新悦9分,严妮5分,龚翔宇4分,杨芳旭3分。 美国队三人上双,巴西18分,迪克森和拉尔森均得到了11分,莫非斩获9分。 此一过后,美国队在江门战三连胜全取9分,巴西队二胜一负鸡4分裂四席,中国队一胜二负同获4分排名第三,俄罗斯落位第四。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,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毕宝奎也是谈到了这场比赛,他表示,看完女排的比赛,还需要提升,连输三局而完败给美国队,第三局在20点16分领先4分的大好局面下,被对方连得9分而输掉比赛。 这绝对不是强队应该有的表现。输球可以接受,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匪夷所思。 其实李约周期女排对美国几乎没胜计啊,不要因为李约夺冠了就觉得天下无敌,输球了就说这个说那个的啊。 实力和问题其实都在,只不过放大了而已。加油吧,姑娘了那么努力,看球的在生活里对工作对学习可能都做不到姑娘那样的付出,又有什么资格说女排。 还有球迷表示,其实李约周期女排对美国几乎没胜计啊,不要因为李约夺冠了就觉得天下无敌,输球了就说这个说那个的啊。 实力和问题其实都在,只不过放大了而已。 加油吧,姑娘了那么努力,看球的在生活里对工作对学习可能都做不到姑娘那样的付出,又有什么资格说女排。 而知名体育媒体人罗克,20-15领先,被美国连续追10分,看不懂了,自由人王孟杰连续飞翼船,丁霞连续传球失配,无视后排的朱婷。 关键时刻前排坚持上扬方旭和王元元,是什么操作,只能理解卫世锦赛留一手了。 中国队作为东道主,倒数第一也进总决赛的。 。 。